集市生教訓第四頁中的第五行 這個字呢 史 第一個字這史寫的比較重 相對的方就寫的比較細長 一重一輕 輕重對比 我們來看一下書寫的方式 加重加壓寫乘一點 這邊也是 直話也是很乘 相對的這個方就比較流動性 來看這個流動性把它寫出來 勾下來寫這一個 再倒勾回去寫這一撇 這樣子 十方 那再來 我們繼續看 重 輕 然後這裡再是一個重的大的字 但是距離稍微 懷忍把它弄長一點 比較寬一點這樣子表現 所以呢 這個變化在這裡 要稍微留意一下 這裡橘 十方橘 我們來看這個寫法 基本上這個也是屬於 下筆 用筆是比較重的寫法 然後這裡面有的輕重 連這個要小心 這裡隱含了一個東西 注意看 在這裡 再撇過來 有沒有話 那這個可以重新來了 倒勾回來 倒勾回來 然後上去 這當然可以撇過來 這樣接 這樣連續感覺會比較好 它是宣針 我們就可以這樣處理 然後再來寫這一個 這一樣 這是勾上去的 所以有些寫法很怪 那很怪的原因第一個 這是擠字 這個威字它應該是擠 某些筆不同的字擠出來 所以很怪 那沒有關係 我們就照著寫 也可以這樣子把它完成 也可以這樣子把它完成 然後過來 靈 威靈 這個還好 這都是屬於斷掉的 所以這威 過來 靈跟額 這都是獨立的字 那我們就獨立的來寫 那注意看這裡面的一些細節 連續喔 這是有連續感覺 壓 側 直畫 所以看我這代筆的動作 重 輕 壓 代筆甩過來 這裡有一個小弧度 然後再來甩過來 這比較挺一點 這兩個是有點不同 然後再一個直畫 大家如果在練習 沒辦法寫這麼小 這麼精緻 那把它放大來寫也是可以的 但是這個相對關係 要去把它做到 橫畫 撇過來 一點 勾起來 輕 夾牙 繞一圈 夾牙 繞一圈 勾中去 這樣子 那再來呢 其實這個耳跟下面這個鬍子 是可以連貫的 跟 然後這個鬍也可以連貫喔 我把它帶看看這個效果 那因為我剛剛錄的時候已經斷掉了 所以我想辦法把它接起來 接起來我們來看 像這樣子 我要下去喔 當然接最後面就好 這樣就好了 所以這也是一個可以學習的東西 這樣接過來 當然字啊 最好是一筆完成喔 那因為錄影沒辦法 有時候就是斷掉 然後這個無字 我們也把它做看看 這樣子 勾上去 接上 所以這樣子呢 由這三個字這樣連貫 這連續性就變得很強喔 比這原來的 就是都斷掉的感覺喔 把它連起來 再來看這個 意 跟 神 好 在這裡 這個意當然是獨立的一種寫法啦 好 表現的就是 單獨 開始這樣子 加壓起來 輕 然後漸漸的加重 再變輕 這一點 一個弧度 側峰稍微重一點 加壓 加壓 撇過來 撇過來 那撇過來 是要接這一點 神的這一點 所以要做出來那個味道感覺 好 右邊比較方一點 好 右邊比較方一點 吹入 沉一點這樣 那最後這個 利 相對的就是稍微寬 看距離快一點 而字也寫比較大一些 齁 這樣子 加壓 輕重 這用力比較沈一點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 要記在這邊 那邊 一家 我可以看到 我們